派第二個要說不好意思的是誰呢 是我們的JJ 我其實不是要跟JJ說不好意思 我是要跟JJ的工作人員道歉啦 大半夜整個微博上面掛榜在第一 整個十幾個小時拉不下來 就因為我口誤了一句話 那我是寶島瓜主 葛思琦 小葛 大家好我們又見面啦 這一次我們用不同的方式呈現給大家 來喔大家先聽好囉 我一開始呢 要先說不好意思啊 就是那天的直播 我只是想說好心回憶一下網友 沒想到 整個微博都站滿了 到底發生了什麼事呢 第一 迪利勒巴跟陸韓 同遊日本這件事情 是完全子虛烏有 這是真的子虛烏有啊 我所說的是 迪利勒巴當時是我跟拍的 那陸韓是三天前 香港那一隊的狗仔隊澎湃的 沒想到 陸韓到了機場以後 先買了高鐵票就進去了 香港就不見了 三天後換我跟著 哎 迪利勒巴也到了東京 誰知道那天晚上就這麼巧 迪利勒巴竟然就住在那家 跟陸韓一樣的酒店 怎麼說呢 因為那天 他拍完廣告的時候 大概已經凌晨三點多了 他進去之後呢 我們想說明天的十點 應該早上十點就要出來 結果早上十點等到誰 我竟然等到了陸韓 從酒店走了出來 這種巧合真的是 這世界真的有點小啊 哎 結果陸韓一整天幹嘛 就在逛街 側無聊 他無聊 非常無聊 那天陸韓呢 就剛剛好就是 到處走啊走啊 後來帶了一個司機 結果呢 我就因為想要 拍他拍個清楚 那旁邊有誰你知道嗎 旁邊有很多的櫻花妹啊 但是看到他的時候也是一樣啊 就迷美 著迷的感覺 就直接拿著CD過去找他了 那我在想啦 粉絲都這樣那麼近的拍的話 那我還躲起來拍狗仔畫面 不行看怎麼辦呢 所以我也站出來拍了 這一站出來拍不要 不得了 當時拍的時候還沒事 等到所有的迷美徹查 就先這樣我了 當時陸韓看到我的時候 就衝過來 跟我說不要拍 欸 我就當作沒聽到一樣 就繼續拍 結果陸韓就 把相機給拍掉 拍掉的時候 我就誒 這個不要衝動啊 不要衝動啊 他說 你看你幹嘛一直拍著我 幹嘛一直跟著我 我就跟他講說 我跟你是因為我喜歡你啊 當時呢陸韓就是 啊 你喜歡我啊 就有點尷尬 感覺就是巧遇粉絲的感覺 那當時呢 我就一起跟著 跟的時候他實際就覺得很奇怪 為什麼 你還跟著我後面幹嘛 我就說 因為你們車停那邊 我車剛才也停在那地方啊 他說 那不然你先走 然後陸韓就說 你先走 我說好 握我手 我一走的時候 司機跟我說什麼 滾 哎呦 這口氣下來 非常的不禮貌 所以怎麼辦呢 我當時就把口罩啊 帽子啊 全摘下來 我就問他說 我從頭到尾跟你們講話 那麼那麼 這麼有禮貌 你們這樣的態度不太對 結果陸韓聽了有道理 就說 欸 是他不對 他叫司機馬上給我道歉 司機也很誠懇的 馬上道歉 這一道歉下去呢 那陸韓就直接就表明就來講 講講真的啦 就說 你是狗仔吧 哪一家的 我說你聽口音也知道 對不對 我從寶島來的 他說哦 你從寶島來的啊 那你是跟誰啊 我說跟誰 這不方便跟你說啊 對啊 反正你知道就是大明星嗎 那你為什麼會跟著我呢 我說 那因為 就那家酒店就住那個明星啊 他說誰啊 樂巴嗎 我說哦 陸韓自己說樂巴呀 我嚇到 那我當然不是不是不是 就算是也不能承認啊 我那時候就台灣那個人姓周的啊 不好意思 他說啊 什麼周杰倫啊 他整個就變成 心慌怒怒怒小粉絲一樣 還問我說 那是哪一間房間 我說 這不好意思跟你說 那其實當天是沒有周杰倫啊 這是第一個啊 我們的入韓 拍第二個要說 不好意思的是誰呢 是我們的JJ 我其實不是要跟JJ說不好意思 我是要跟JJ的工作人員道歉啊 那大半夜整個微博上面掛榜在第一 整個十幾個小時拉不下來 就因為我口誤了一句話 這個口誤是怎麼發生的 其實是當時啊 我在直播的時候 就大家很想念JJ 我想說JJ不是前陣子確診嗎 我想說大家想他 那我來關心他一下 結果就有人問了那個事情啊 我就想說 那個事情不就是已經播報出來的東西了嗎 那這個東西 新聞見報不會是假的嘛對不對 我就說 那東西就是有播報 那其他事情就留給世人集去 欸 觀察啦對不對 那其實 我沒有別的意思啊 最後 下面就有一個人突然就打出來問我說 你這樣跟拍不怕被告嗎 我就想說 我有證據啊 因為我那時候想的是誰 我想的是汪曉飛啊 我有證據 我怎麼會怕被告呢 所以我就跟他說 我手上有證據 我當然不怕被告囉 結果呢 廣大的網友就把這個前後的東西 全部搭嘎在一起 就變成是 你們所長的 那個樣子 我真的不知道該說什麼 所以我必須要跟 林俊傑的公司的工作人員說 對不起 你們真的辛苦了 嘿 再來是我們的許麥可麥可哥 就是許亞軍 小S啊老公啊 真的 我覺得啊 我們兩個只是差一點點就是認知上的誤會 怎麼說呢 因為每個人的朋友的私底下在做什麼 每個人都不知道 那當時我認識這個女孩子的時候 他就是在做飯局的 那當然啊 他那一天在場的時候我就收到了現在顯報 也就是林俊傑講的說 這都是屬實的 所以謝謝你幫我屬實這件事情 但是呢 這件事情不見得是你找他一起吃飯 也可能就是只是一般朋友的聚會 所以大家都不要誤會啦 還有就是我說的那個東西啊 其實啊 在台灣那個時候非常的轟動 當然許麥可那時候也說過了 這個東西其實四大爆已經都跟你道歉了 那我就說了 這個東西呢 消息的來源那個時候記者的圈子 只聽到啊 是公家機關所放出來的 我覺得只是這個意思 未免別的意思 所以網友 不要再亂猜測囉 MING PAO TORONTO